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空间科学实验它的环境因素 包括超高真空 高低温 胶变 还有一个是空间浮照环境 主要的包括微准力和空间一些浮照 特别是原子氧浮照 对薄膜材料 融化薄膜材料的一些损伤的规律的研究 对它的一些结构 另外还有对它的理发性能 包括它的年度 日本灵性等等 就是它的一些性能的一个变化 也进行分析 看它在外太空环境下 它的这个结构理发性能有没有变化